脸书的母公司Meta 今天早上公布财报了 终止了连续三个季度 在营收的下滑了 这其中左克博 特别提到一件事情 他说AI AI让不管是脸书 脸书的广告 第一季大幅的增加 让Instagram在第一季的 一个使用状况 停留在上面的时间 比上一季 增加了24%的幅度了 所以从昨天的微软 Google到今天的Meta 都是拜AI所赐 找到了接下来科技股的方向了吗 丁哲请您上台来 我们先解一下Meta的财报 好不好 对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Meta的一个财报 基本上都是优于预期的比较多了 首先从营收的一个角度来看 286.5亿美元 是优于市场预期的276.7亿 而且年增是来到3% 另外就像刚刚祝华所谈到的 是终结了连续三季的一个下滑 开始转为一个成长 但在税后进入的部分 还是呈现年减的态势 57.1亿美元年减是来到24% 但关键包括了EPS 记得我们在上个礼拜 当时谈到市场预估是2.02 那缴出来的一个数字 一样是年减 但是2.2 它是比市场预期的2.02 表现来得好 没有减那么多 没有错 所以它的表现好 当然带动股价的一个走势 那营业率是来到25% 去年同期是来到31% 但他们有谈到一个关键 因为最近那个脸书不是一直在裁员吗 那裁员你当然必须要重组部门啊 或者是你要给人家资钱等等 他说有如果说把那个裁员重组 重组这一块的影响把它扣掉的话 它大概影响4%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裁员这件事情的话 基本上营业率预期可以达到29% 其实并没有说差别来得这么大 那关键在于因为他们毕竟是社群网站 虽然说现在都讲说那个脸书是那个老人在用的 但是不要忘记了 MEDA集团其实还包括了Instagram 包括了WhatsApp 这个都是他们的东西 那你可以看到DAU就是每日的活跃人数 那MAU就是M 就是那个每月的活跃人数 基本上都优于市场的一个预期 包括每日活跃人数是20.4亿人 年成长4% 然后每月的活跃人数是29.9亿人 成长2% 那另外呢 每户的收入均值 就是每一个用户 他能够贡献多少的那个 这种获利的感觉 大概是9.62美元 那事实上市场预期大概是9.3 所以这个数字 它也是比市场 都比预期好 对 比市场预期来的 那为什么他能够搅出 优于市场的一个数据 最主要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AI推荐 这个当然主客博他自己有谈到 那个真的脸书的那个影片 或者他推荐的东西 其实很恐怖 你知道 就他每次推荐的我都好想买 对 就那个建户轮 脑都变得很弱 最近想要运动 他就出现那个建户轮的那个广告 对 所以当然 他的亲爱的AI推荐 他其实可以让这个用户感觉好像推荐的东西是你需要的东西 那个就叫做AI推荐的就是你可能点进去一个广告而已 然后他之后 他可能知道你要什么东西或者是你看什么样的影片 你习惯看什么样类型的 他就一直推给你一直推给你一直推给你 对 所以这个部分呢 当然他就造成说他的广告收入是比市场预期的来得好 OK 好 这跟AI有关系 对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那之前开过玩笑 就是裁员的人数决定股价的高度 只要裁得越多 裁得越多股价越凶 对 所以这个部分呢 当然他们今年会持续裁员 那拉高整个集团的这个所谓的效率 希望说那个效率可以稍微比较好一点 这个财报有比你本来预估的还要更好 对 有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好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谈到说 我认为好的只有微软跟播音 对 结果没想到Meta出来的数字 其实那么漂亮 好 这是过去 对于未来的一个预估他们怎么看 对 那他们对于这个第二季的营收展望 是295亿到320亿美元 那原本市场预期的是295亿 也就是说他至少那个市场预期的 其实是他的低标 所以他最坏最坏也会符合市场预期 所以原则上第二季应该会是 比预期来的稍微好一点 那全年的费用呢 大概是800到900亿 这个当然是节省开支 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就是他们原本在去年的 预估今年的费用是超过1000亿美元 这样的一个金额 但是因为有缩减人力支出 那其中包含30亿到50亿的重组费用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 部门重组也好 人力资源重组也好 基本上他的那个费用 是有呈现下降的 所以这个是支出 所以预估的支出 在最新的财测当中是有往下降 对有下降的 那全年的资本支出则是维持300到331亿 因为去年的时候 当然有一度谈到大概400亿以上 但是这个是二月份下修的一个数值 就二月份他们当时又下修到300到331亿 那这一次是维持这样的一个看法 所以当然有些人会谈到说 META的资本支出下滑 会不会对伺服器造成影响 当然这个议题我们可以稍后再谈 但是至少如果说以二月份 跟这一次的这个财报的数据来看 他们是没有再进一步下修 那今年呢 他们最主要会有两个 比较主要的发展方向 一个是近期会积极重金投资AI 因为我们刚刚谈到 就是因为AI推荐的关系 那IG的用户在上面的时间 平均增加了24% 那你当然停留越久 其实商机其实相对来讲就越大 那另外一个是Related Labs 这个其实代表的是 这个是发展元宇宙 那基本上这个部门都还在亏钱 上期的费用是2.1亿 但是亏损的部分有持续呈现缩小 那当然之前大家会讲说 这个部门对于META来讲 好像是个前坑 但是他们谈到就是说 他们还是会持续做投入 因为在这个所谓虚实的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 他们还是觉得未来的商机 其实非常大的 好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因为这里头AI元宇宙 都是未来主要的发展方向 等一下我们会一起合并 包括了微软 还有Google Alphabet 还有这个META 到底如果他们AI好 接下来台湾哪一些商机会被带起来 所以第一季好 第二季的展望也好 接下来哪一些财报 我们要注意跟小心 对那事实上在今天 那个公布完的我们就删掉了 在今天事实上就两家了 一个是Intel 一个是亚马逊 那这个这两家都是盘后 简单讲就是4月27号是美国时间 所以他会在4月28号 也是明天早上的5点钟 他会去公布他的一个财报 当时我们谈过就是Intel市场预估是亏损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要关键 在于现在亏损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后续我们就要观察重点是 他到底亏的比市场预期来的多 还是稍微少一点 因为其实这个比较特殊的是 上个礼拜公布财报 他事实上都是比市场预期来的差 但这个礼拜公布财报 都比市场预期来的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 有没有机会延续这样子的一个效应 那当然包括亚马逊 在明天早上 他也会公布财报 那如果说以超级财报州 这个角度来看 基本上到明天 刚好这个礼拜就刚好就结束了 但接下来 在劳动节回来的这个礼拜 还是有非常多重要的一个公司 包括5月2号的AMD 5月3号的高通 高通以及5月4号的一个苹果 所以当时我们有谈到就是说 基本上苹果应该算是 比较符合预期 因为跟去年同期比是小幅度下滑 那你第四季原本就是 那个iPhone销售的旺季 所以我EPS下滑 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 那我们就稍微看一下 展望啊 然后对于这个 接下来的新机的拉货等等 我觉得是这一次的这个财报当中 大家可以关注的重点 好 所以最差的是上上个礼拜 然后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 即使公布的都比市场预期的还要好 接下来下个礼拜应该不会太差吧 因为目前预估的应该 都没有太出人意料 大概稍微看一下高通 因为当然联发科今天股价有反弹 但联发科前阵的股价走势比较弱 所以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过往他们是竞争对手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要看一下 是不是手机市场相对比较弱 那造成这个手机晶片的公司表现都不太好 好 我要问的就是那接下来科技族群 最近美国股市都被第一共和银行给压下去了 银行股都表现不好 科技股表现很好 盘中因为都被大盘影响了 但是盘后涨得相当的突出 科技股有没有机会再拉出一波的公式 所以我觉得要看就是它的产业 跟它的技术面的一个表现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刚刚讲到这个AI 或者说是这种所谓的 相对来讲这种所谓的元宇宙等等 那当然指标性的个股我觉得 AI的指标性个股还是看来是创意 本周法人大概增加了571张 但这是我们刚刚开头的时候所谈到的 就是微软当然它是很纯的 所以它股价表现很强 但这一波其实台湾的这个AI概念股 其实都有出现回导 所以我觉得短线上面 如果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要先看短线上面的跌升反弹 那股价在这个前两天 来到一个波段低点之后 连续两天不出 没有在做创新低的动作 所以就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它是会有跌升反弹的机会 但这一波谈起来 因为现在的季线在这个位置 所以基本上你跌破季线之后 虽然说现在季线是前线上扬的 但是谈起来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关注 因为你大概来到这个位置 月线也大概接近季线位置 那月线是前线下弯嘛 所以谈到这个位阶之后 短线会有一些解套的一个卖压 那大家就看一下 能不能够换手再攻 那如果没有谈到这个地方 可能短线还有再回车一次的机会 所以正式突破了季线 才能算是开始出现了 反弹进一步的回升行情 没错 OK好 所以创意看季线 金像电呢 对那如果说以这个所谓的 发展AI的话 当然其实伺服器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如果说以这一波的伺服器 相关的个股来看 金像电 它做的是伺服器的PCB 股价算是相对比较强的 就是它没有出现那种 比较明显的大幅度回弹 伺服器最近杂音很多 对但是这个部分其实 基本上我觉得你要分成 这个一般的伺服器 或者是AI的伺服器 事实上杂音它是发生在 一般的伺服器上面 对在AI的伺服器 其实成长力倒是强的 好所以我们来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说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它就是维持高档震荡整理 100块钱在这个地方 所以后续我觉得可以 稍微关注一下就是 后续能不能够回到 百元关卡之上 那基本上它的 这个整理的走势相对强 只要行情直稳这类个股 它其实就还有发动的机会 好强弱分水岭 百元大关关卡 好接下来南电 对那南电当然是IC载板 那这个礼拜 其实法人是买了大概4400张 尤其是投信 对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其实过去ABF载板 其实股价也跌了非常大的一段 我记得南电股价最高的时候 是来到600多块 对所以你看它股价 其实已经跌到算 属于比较相对低位阶的 所以你看粉红色这条是这个季线 所以它看起来是有手的 那当然上方有一些比较短期的均线 有点成为那种反压的感觉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去做压缩 但是我觉得说 投信在这个位阶它去买进 所以大家就知道说 你现在的股价 其实跟投信的成本 其实差距很小 对就是说这个时候做 跟投信的成本差不多 所以我是觉得说 以这个角度来看 股价已经经过回档整理 这一波又守住季线 它的股价是强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比较偏多来做操作 这是南电联发科 对那联发科的部分 当然其实你从今天开始出现 一些小幅度的跌升反弹 但是你如果说 从它的技术面来看 我们再稍微拉 时间再说 对对对 你看这个是一个头部的颈线位置 所以它现在回测到 接近这个位阶之后 其实我觉得要关注的就是 颈线守稳的 那短线上面 我应该就会有 跌升反弹的机会 但谈到什么位置 我们把时间稍微近一点点 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缺口 对不对 那原则上 你看这个就一条两条 三条四条五条 所有的线都在这里 所以我要过线 基本上很重要的关键 是我必须要带量 对那如果说能够带量的话 理论上来讲 是有机会来挑战缺口 但是如果说量能 不是特别够的话 越接近缺口 其实可能短线上面 反弹走势休息的机会 其实就越大 好我懂意思 所以颈线位置是621 缺口的下缘大概是700 所以最近可能在621到700块钱 这注定震震震 能不能突破 就看缺口下缘700块了 OK好 这联发哥 最后一档 鸿海 对那鸿海其实就很简单 这个是我们谈过 就是反正它过去这段时间 就是100到110 所以大家就在这个位阶当中 去做区间的操作 但是因为它毕竟这一波 其实算大型股当 它算都没有涨到 我觉得倒是大家可以搭配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5月4号苹果要公布财报 如果那个时候财报出来是强了 当然苹果现在的获利来源 不单纯只是来自于硬体 因为它软体的获利 其实也非常多 但是如果说苹果的股价 能够强的话 我觉得对于鸿海 应该会有带动的效果 OK好 所以苹果也即将公布财报了 明哲谢谢您 请您回坐 苹果的财报 怎么样带着鸿海走 这些都是因为财报之后 可能相关的个股 在操作策略 在这边听我给您做参考了 休息一下 下一段我们要再度来谈TrapGPT 好一段时间没谈了 这段时间它长大成长了很多 不仅仅好像有了感情 而且似乎已经慢慢 要开始有记忆了 休息一下 去播告诉您 这段时间还能够 再度过来说 一下子的财报 我再度过来说 这段时间没关系 我再度过来说 这段时间没关系 我再度过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